立法会运作 还要看到 近年来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 公然干预香港事务 通过立法 行政 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方式 进行插手和捣乱 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 勾连河流 沆瀣一气 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 提供保护散 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这些行为和活动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严重损害法治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必须采取有利措施 依法予以防范 制止和惩治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 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摇干扰 二十三条立法一直没有完成 而且自2003年 二十三条立法受挫以来 这一立法在香港已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严重污名化 妖魔化 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二十三条立法 实际上已经很困难 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二十三条立法 有被长期搁置的风险 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 难以有效执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都明显存在不健全 不适应 不符合的短板问题 致使香港特别行政区 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活动越演越烈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 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制定相关法律 第二步 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 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换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香港目前形势下 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 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owned报告 人周吧 愿人我觉得他burg家的法政横 任何和儿子吗 我会认接下来